这里是 如果是用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放 我们来看一下手向当中的一些特点 比较长 我们先不看这个 看另外一个特点 像这个 这个三线清晰深长 运势根基不错 手型也得配 食指尖尖手入竹笋 非常不错 轻浮可响 没有什么多少烦心事 边上的这个文质彬彬 弱智鲜鲜 实则健康聪明 而且这个轻松手指 说明就是手指 非常的下粗上肩 上细 非常的得体 那么这种食指尖尖的隔绝 是轻浮可响 一生不会太辛苦 我们看这个 这个就是从手背来看 整个我们说人们都喜欢 比较纤长 比较白嫩的手 其实手指越短 越粗的人 他也有他的另外一番风景 虽然这种人呢 比较难看 但是这种人呢 短胖短胖的啊 这个别看他短胖短胖的 做事啊 是手小的人呢 我们说做事格局非常的开阔 非常大胆 心细啊 坚韧不拔 早年呢 感觉都会吃一点苦 比较辛苦劳碌 但中年呢 他会转运的啊 这种人呢 他做事非常的 什么 放得开啊 不像一些手 我们说手大 手大之人呢 这个 这个钱财 小财不断 但是大财没有 过得是比较稳当 那么手小的人呢 他容易发大财 这个看见一些机遇啊 他能够有这个闯进去冲 哪怕是借钱啊 也要去创业 看准了一个机会 手臂啊 有肉啊 肤如凝脂啊 这个不露青筋 不腹骨 不腹筋不露骨 玉石根基非常 出生家庭环境也是不错的 那么父母不要富裕 是你为掌上明珠 小指呢 本身也是比较修长 加上你自己留点指甲啊 也懂得怎么去改善自己的运势 形成三观的格局 这个 一种加持的作用啊 所以说在手相当中啊 如果是说 这个小指 留点指甲 是非常提倡的一种方法 特别是对一些小的 比较小指比较短的人 手指短啊 这个 如果是拇指比较长啊 拇指比较长的 说明什么 早年的运势非常不错啊 特别是父母对你的关爱有加 就这么一个特点 好了 有关这个手的形态 包括文底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